我就跟我先生說 如果突然就是哪天真的 真的就是一段好長一段時間沒工作 也沒收入 那我要去幹嘛 最後我的結論就是外送員 我不想要經歷那個陣痛期 那個陣痛期就是 你可能是 就是公眾人物嘛 然後可能譬如說我去便利商店打工 人家一定會 你知道怎麼在口罩 一定就會有人 你什麼不好結帳的時候 有一個人這樣一直想偷過口罩 人家看你 我去你也是這樣 你怎麼會不想去shay他把掌 所以不行不能犯法 那我就想到一個最 能夠跟人群接觸最少的職業就是外送 然後我累的話 我還可以自己騎車兜風 是不是 然後自己自己控制那個時間 我是認真動腦想過的 屬定下一波一進來的時候 打開門發現 是我 我當然不會讓大家發現是我 我也是我還願意去買頂假髮 我都想好了